我凭借前世的记忆 花一千块钱买下了一只无人看好的大棒 却被我接连开出两颗价值百万的绝世珍宝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这件事就到此结束的时候 我又将刀插入了棒肉中 什么 它还有开 难不成里面还有珍珠 正常一个海棒只能开出一颗珍珠 它开出两颗已经是走了狗屎运 难不成还以为能开出第三颗 下一颗 第三颗珠子就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我的天啊 既然还真的有 这也太不真实了吧 我却丝毫没有理会众人的反应 继续将刀插入棒肉中 此时众人对我的动作早已麻木 直到第七颗珍珠出现的时候 现场早已压去无声 因为眼前发生的事情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范畴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这珍珠是我的 下一秒 刘强疯了一般像我手中的珍珠扑了过来 我一侧身 刘强就摔了个狗吃屎 他还想继续抢夺 却被市场管理人员控制了起来 见状 刘强不甘地挣扎着 嘴里还大喊道 我的 我的 那可是我的珍珠 最后警告你一次 再闹事的话后果自负 听管理员这么说 刘强渐渐恢复了理智 而站在一旁的前妻黄一可却又跳了出来 真是太好了 老公 走 咱们回家 谁是你老公 咱们已经分手了 什么分手啊 前两天我是跟你开玩笑呢 你怎么还当真了呢 那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他 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们之间是清白的 我的心从始至终就只属于你一个人 看着眼前女人那拙劣的把戏 我毫不掩饰眼中的厌恶 我警告你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 你再敢靠近我一步 我就告你当街抢劫 这话一出 黄一颗脸色瞬间一变 好 再无瓜葛事吧 这可是你说的 不过你想甩掉老娘 可没那么简单 咱们婚礼虽然取消了 但你得赔偿老娘这几年的青春损失费 至少也得五百万赔偿 貌似这些年你吃的 喝的 花的 包括你爸你妈你弟弟 所有的开销 都是我付的吧 我不管 老娘赔了你这么多年 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那行啊 珍珠就在我手上 有胆你就过来拿呀 听我这么说 黄一颗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开什么玩笑 你当我是傻子吗 这七颗珍珠 每一颗都价值百万 就算我只抢一颗 恐怕也得十年往上 既然你没这个胆的上来抢 那就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随即 我看着管理员说道 我想在这里摆一个摊位 卖掉这七星莲珠 当然可以 很快 一个简单的摊位出现了 七星莲珠就静静地躺在上面 周围瞬间便围满了人 其中一个中年男人开口道 小兄弟 这七颗珍珠我要了 喂 跟你说话呢 你听到了没有啊 这珍珠我们要了 你开个架吧 看着面前的两个 我神色微微一动 来人竟然是陆家长子陆红伟 陆家老爷子陆云 乃是魔都上一任的世纪天花板 如今虽然退休 但势力仍在 而面前的陆红伟 乃是红生建筑集团的董事长 陆家次子陆天兰同样在师府工作 身居要职 一旁的少女 则是陆天兰的小女儿陆诚诚 虽说陆家现在如日中天 但比起前世巅峰时期的我 依旧有些不够看了 不卖 什么 我还没开架呢 你就不卖 我出两千万 拿着钱滚出我的视线 我的天啊 这可是两千万了 这小子可真是赚大发了 我说了不卖 贪得无厌的滚蛋 那你想要多少 多少都不卖 我单纯看你不爽 听我这么说 陆诚诚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真有趣 你是第一个拒绝我的男人 要不是因为我看中这七星莲珠 想要送给爷爷 当作生日礼物 我这辈子 都不可能和你这种男人说话 剑拔弩张之时 一旁的陆红伟终于开口了 小兄弟 不好意思 我这侄女从小被惯坏了 我带她给你赔个不是 这珍珠对我们真的很重要 还请小兄弟忍痛割爱 你放心 价格方面 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对你们重要不重要 可我没关系 想要这珍珠 可以 先让她给我道歉 让我给你道歉 你做梦 我就算是死 也不会跟你道歉的 那就是没得谈了 两位让一让 不要影响我做生意 此刻 陆诚诚真的很想一走了之 但一想到那疼爱自己的爷爷 却怎么也迈不开脚 两久 她低声道 对不起 声音太小 听不见啊 我说 对不起 太没诚意 对不起 行吧 勉勉强强 眼看矛盾缓解 陆红伟连忙说道 小兄弟 一口价五千万 五千万 他这是抢劫了 听到这个价格 陆红伟的脸色也阴沉了下来 小兄弟 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价格高不高 在于价值够不够 在我看来 这七星连珠就应该是这个价格 你如果嫌贵可以不买 小兄弟 可不可以便宜一点 就当我陆红伟欠你一个人情 天啊 他竟然就是陆红伟 身价十几亿的大佬啊 妈呀 他的一个人情绝对价值连成 然而我再次拒绝了他 不卖 又拒绝了 得罪了这种大佬 就算拿到五千万 恐怕也会被吞得连渣都不剩 哎 年轻人终究是冲动了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我之所以这么做 是想收服陆红伟 其实想便宜 也不是不可以 听我这么说 二人眼前一亮 小兄弟 有任何要求但讲无防 三千万一口价 哦 真的吗 那就多谢小兄弟了 别急 我还有一个要求 我要他 啊 啊 谢谢观看